身把体谈三层皮 一针进行线卡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啊胖周跟个球迷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啊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下中国女排 在最近就在今天 是吧 我们球队的里约奥运功勋 刘晓彤也是紧急的更新了社交动态 那么也是晒出了一张中国女排14人的一张合影 那么这张合影晒出来之后呢 也是引起了咱们国内排谈广大球迷的一个强烈的关注 那么可以说在今天我们知道 中国女排也是全队正式结束了14天的一个封闭隔离期间 那么球队呢 也是获得了郎平的一天假期 那么让大家呢 也可以简单的放松休息调整一下 能够看出呢 中国女排14名姑娘也是来到了沙滩边上来一起游玩 那么游玩的过程中呢 大家也是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那么这张合影呢 也随后被刘晓彤晒到了个人的视频平台上 但是呢 这张图片仅仅是刘晓彤自己晒了 而其他的女排姑娘们都没有去晒这张图片 那么同样 这就能够揭露出一定的玄机 那么同样呢 我们在这张照片的背后 似乎能够暗示着 是吧 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虽然说女排的姑娘们 她们拍的这张合影里边 并没有拍自己的上半身 仅仅是拍了每一个姑娘的一只脚 是吧 大家把脚凑在中间 然后拍了一张脚的照片 同时呢 刘晓彤还打趣到说 猜猜哪只是我的脚 那么通过这个信号 我们似乎能够发现 是吧 通过照片中一共数了数 正好就只有14位女排姑娘们的脚 那么这就意味着 目前中国女排 在整个一线队的训练中 就只剩下14名队员了 那么究竟是谁离队了 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呢 很显然 刘晓彤的这张照片 就已经很好的进入出来了 目前我们的一线队 肯定存在着有一个人 或许将会被狼屏淘汰了 已经 那么他没有出现在这一次的一个 户外的一个活动之中 当然呢 也不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啊 当然就是这名球员 他可能有伤在身 所以说呢 没有办法再参加这种户外的活动 当然呢 如果说不正常来考虑的话 他的伤不是特别特别严重的话 这种户外活动 他也是肯定能够去参与的 除非是你伤到那种严重的 不能走路了 你才不能够参加这种的活动 对吧 很显然的 我个人感觉分析下来看的话 受伤缺席这一次活动的可能性比较小 而是 或许在此前15人的名单中 又一个人将会被狼屏 已经淘汰掉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能够看出啊 中国女排的这份大名单 或许距离正式的出炉 也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么通过这张照片的晒出 通过这一次狼屏 能够果断的选择 让女排的姑娘们放假休整一天 让大家好好的 劳逸结合 放松调整心态 那么这个决定 当狼屏做出来之后 就意味着 其实在狼屏的心目中 或许东京奥运会的12人的终极名单 在他的心中 也已经有了数了 那么这份奥运名单里 究竟有谁 究竟没有谁 或许我们现在 还不能够过早的去下结论 但是起码 通过刘晓彤的这张 晒出的中国女排的14人的 合影脚丫子的照片 就能够已经揭露出来了一些玄机了 而且呢 我们通过一个细节就能够发现 刘晓彤 他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选择意外的更新社交平台 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声 就能够看出 其实他在这个时候 很有可能是要无缘奥运会的 因为在这种关键时期 在这种关键时刻 任何一个女排姑娘 知道自己即将参加 东京安会的女排姑娘们 他们是不可能 贸然的去更新社交动态的 而且呢 我们看到 其实除了刘晓彤之外 其余的姑娘们都没有去 在公开的社交平台上 去发布这张照片 那么这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了 那么刘晓彤其实现在 或许他已经知道了 自己将有可能无缘 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 那么所以说 他现在整体的心态 是比较放松的 所以说呢 他在这个时候 才晒出了这样一张公开的照片 似乎能够揭露出一张玄机 那么作为李渊奥运会时期的 我们的夺冠的奥运功勋 刘晓彤可以说 他的功劳确实是功不可没 当时也堪称是 我们奥运会夺金的一个骑兵 但是呢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 这样一个五年的 奥运周期的备战之中 让刘晓彤 他的年纪又长了五岁 他也已经不负当年之勇 那么如今 他的经济状态下化得很快 因此呢 在跟刘彦涵啊 跟力尧的竞争中 肯定是不占优势的 所以说 综合种种的因素 条件考虑之下 再结合他刚刚更新的这条 耐人寻味的动态 似乎我们能够 整体的发现 这名李渊奥运会的功勋 或许他将会无缘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大名单了 那么但是 不管谁能够入选 谁被淘汰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姑娘们 都能够保持好一颗平常心 希望每一个 入选了奥运会名单的 这些姑娘们 都能够借交借造 不卑不亢 都能够 很好的把我们中国 排球的这份荣誉和担当 挑在自己的肩上 并且带着这份责任和荣誉 勇往直前 争取在东京 实现奥运未免 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的听这边听 聊段球